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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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好同意 余思敏和郑中基完婚后 为他生下一儿一女 近些年来看 郑中基确实老实了不少 一直有在出歌和演戏 3月13日 郑中基爱妻余思敏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更新了一组照片 曝光了一家近况 原来 余思敏迎来42岁生日 家人们聚在一块为他庆祝 一家四口罕见同况 画面温馨有爱 郑中基穿着黑色T恤 脸上戴着大大的口罩 尽管他的脸遮住了一半 但从他充满神采的小眼睛 可以看出他跟妻子一样开心 不过他那双姨的发肌线同样是万分瞩目 2. 关楚耀 1983年出生的关楚耀 其父是当年保利金高层 人称关爷的关维林 也因为其父在香港乐坛的威名 关楚耀从小就被人称为关公子 而关楚耀的二伯是香港娱乐圈泰斗级人物泰迪罗宾 生在演艺师家的关楚耀 从小就在美光灯下长大 童年时 关楚耀就经常跟着父亲进出电视台录音室 而谭永林也非常喜欢关楚耀 因此大方收了关楚耀为干儿子 2006年 关楚耀正是以歌手身份进入娱乐圈 事业如日中天 2009年 关楚耀跟女朋友在日本密会 原本这只是一个小绯闻而已 但随着日本那边传来 两人私藏违禁物品被捕的消息 立刻在香港引起轰动 事件一出 关楚耀召开记者发布会 道出了整件事 也诚恳道歉 并表示当即暂别娱乐圈 不过近年来 关楚耀频频现身于大排档歌唱 她自己还曾晒出过视频 画面中 关楚耀穿着黑色T恤和黄色短裤 打扮朴素 她手上拿着一个麦克风 对着周围的观众唱歌 今年情日节当天 关楚耀的小女朋友 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动态 写道 任何玫瑰花都不及任你花随便花 只见她手拿两打港币 眼前的网友随即留言 现金二十万 炫富就算了 她还直接爱特了关楚耀 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份礼物是关楚耀送的 3.向左 向左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向华强 所以刚出生 她就被冠以香港娱乐圈的太子爷这个称号 2009年向左和黄婉佩因共同修读日文而相识 两人非常聊得来 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感情 于是黄婉佩背着远在新加坡的老公 跟向左搞到了一起 当时向左明知对方已经结婚 却还是爱她爱得热烈 两人如娇自欺 经常牵着手逛街吃饭 就连向华强过六十大寿 向左也让黄婉佩陪她出席 但在向太的干预下 向左跟黄婉佩的恋情宣告终结 2015年向左到内地拍摄《风神传奇之雷震子》 经常往返于北京和香港 偶然之下 结识了中系毕业的模特王秋子 王秋子长得非常漂亮 又是模特出身 身材也不必多说 一来二去 两人就好上了 可王秋子早早就结过婚 当时更是离婚带着一个女儿 不过这对向左来说都是小问题 但那时的向左不仅在北京谈了一个王秋子 还在香港谈了一个嫩模Coco 向左陪完这个陪那个 简直忙得不亦乐乎 继Coco之后 王可如 袁子乔先后现身 不过都没入得了向太的发言 被她一一否认 向左的最后一人女友 也就是她现任的妻子郭碧婷 当然 与其说是向左看上了郭碧婷 不如说是向太看上了郭碧婷 2019年3月 两人在一起不到三个月 向左就跟郭碧婷求婚 同年9月份 两人在意大利举行了婚礼 4.麦俊隆 麦俊隆是富商麦少唐之子 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不过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 反而很喜欢艺术 早年她曾当过歌手 也演过不少电影 可惜发展平平 这些年她转战幕后 潮试自己写剧本做导演 她曾深爱着阿娇 甚至不介意阿娇的过去 可惜两人没能走到最后 单身了一段时间后 麦俊隆认识了现任女友 她是一名混血模特 长相甜美可人 身材娇小玲珑 气质清新脱俗 跟麦俊隆外形非常合衬 麦俊隆与女友感情一直很稳定 可能是不想外界过分关注 她们爱得比较低调 也鲜少谈及彼此 3月19日 据港媒报道 麦俊隆赢38岁生日 她与女友罕见秀恩爱 女友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两人的合影 并留言表白她 祝她生日快乐 羞辱男友是自己最爱 没有人比她更重要 看到女友的表白后 麦俊隆似乎很开心 留言称对方是自己的爱人 之后麦俊隆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单人照 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她表示 三十有八 一个心愿 是希望大家都加倍如愿 说好这一天不敢工 但好像忍不住 说起来 麦俊隆与女友已交往超十年了 但两人仍没有结婚的打算 5.林孝贤 林孝贤是环亚兼利辛集团老板 林建月的长子 2003年在美国博士顿 取得工商管理学学位后 便回香港跟从父亲 学习照料家族生意 被视为林家第三代接班人 林孝贤的感情生活一直多姿多彩 因为父亲的关系 她与不少圈中人忍熟 每年更随家人到泰国拜会白龙王 曾经先后传出 她与应彩儿黄美颜 及模特吴嘉欣拍拖 不过三段感情都只维持了几个月 便无疾而终 几年前 又传出她与吞死的成员阿娇拍拖 不过二人皆否认恋情 据之 林孝贤和阿娇在派对相遇后 林孝贤就对阿娇展开公事 并对旧爱吴嘉欣摊牌 2019年 34岁的林孝贤带着外籍女友 樊酒龙堂大宅见家长 据之二人感情稳定 有机会为林家添一桩喜事 六 陈冠希 陈冠希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亲是香港有名的富豪 所以从小陈冠希就和很多巨星有过接触 陈冠希出道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就让她名声大噪 这部戏就是《特警新人类2》 在这部电影里面 陈冠希的演技天赋就已经出现端倪 在拍摄《特警新人类2》的时候 陈冠希盯上了Maggie Q 要知道这位大美人当时是吴彦祖的女朋友 但Maggie Q被陈冠希深深迷住 尝到了甜头之后的陈冠希并没有就此收敛 而是继续着自己的烈焰之旅 这次她把目光投向了陈小冬的女友张伯芝 在陈冠希的攻势下 张伯芝轻而易举的就被拿下了 在搞定了张伯芝之后 陈冠希马上就把自己的目光描向了另外的女星 就连当初形象非常正面的蔡依林和应彩儿 都和她有过暧昧关系 但现在的陈冠希和秦淑培结婚了 他们有一个女儿 现在的陈冠希成为了女儿奴 去年9月2日 昔日港星陈冠希在社交平台大晒女儿动态 已经四岁的阿拉雅身着大号厨师服 在一大盆食材前发挥着厨艺 从陈冠希的实时动态中 能够感受到她对女儿的万般宠爱 曾经的港圈最强信任王早已摇身一变 化作暖心女儿奴 为她与妻子的爱情结晶付出所有 7.房祖明 房祖明是成龙的儿子 她以龙太子的身份出道 2004年 房祖明凭借着成龙儿子的头衔 成功出演了千基变之花都大战 房祖明的感情史十分丰富 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 关恩娜被拍到房祖明一起 两人看似亲密无见 再后来房祖明被拍到和谢婷婷在夜店接吻 同时又传和梁静如似乎也有些暧昧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录音棚 而且梁静如还曾去过房祖明家里 据悉房祖明的初恋是戴佩妮 房祖明一开始很上心 可惜这段纯纯的恋爱遭到了双方家庭的反对 最终也只能无疾而终了 分手之后的房祖明 与薛凯奇因戏生情 两人相处了四年最终也分手了 据传闻 分手原因可能与房祖明 与萧雅宣传绯闻有关 去年5月有媒体拍到38岁的房祖明驾驶豪车外出 找朋友聚会喝下午茶 罕见现身引发网友热议 从被曝光的照片来看 房祖明穿着黑衣黑裤 头戴黑色棒球帽 极为低调地开着自己新买的某品牌豪车 外出前往咖啡厅找朋友喝下午茶 与朋友会合之后 几人坐在路边的户外西安区聊天 手里还拿着高档雪茄吞云吐物 房祖明大喇喇地在路边闲聊 有不少粉丝都发现了房祖明的行踪 在路人拍照时 他还有意将雪茄藏到了身后 并没有入镜 看起来颇为谨慎 整个下午茶的时间 房祖明看起来心情都非常不错 媒体也猜测 或许是因为即将发行新专辑 演艺事业有所发展 才难言好心情 8.黄子环 黄子环是黄百明的儿子 黄子环早于1997年 还在外国读书的期间 就编写了第一个剧本 后来亦被拍成电影 从此正式担任编剧一职 黄子环于2002年加入电影圈 从事花絮拍摄、剪接、片头设计 和编剧等多方面的工作 现为东方电影的创作总监 负责管理电影制作部 除创作外 黄子环还主力为电影剪辑 预告片和宣传片 对这个儿子 黄百明最早拒绝他 不自己后尘加入电影圈 即便黄子环 曲线进入东方电影公司 从底层做起 黄百明也不闻不问 直到夜问口碑 票房双赢之后 黄百明对儿子态度才大变 黄子环的爱情也十分简单 2013年9月 他与郑家敏共结联礼 当晚在香港洲际酒店 颜开自实习 2018年 郑家敏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让他顺利当上爸爸 而女儿的大眼睛和挺鼻梁 更是和黄子环颇为相像 如今一家人和乐融融 当年的港圈太子爷们 现下已经步入了中年 他们也已经变得成熟稳重 找到了自己的所爱和人生的目标 最后祝愿他们幸福安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